广州为什么叫做舞阳城 传说很久以前,狼海边上住着许多月人 慢慢的,他们在一片荒丘上建起了一座小城镇叫做狼舞城 城里有座小山丘叫做坡山,坡山脚下住着父子俩 父亲六十多岁了,儿子还不满十六 这父子俩安分守己,在坡山脚下开荒种地勤俭过活 一天,他们家突然闯进了几个狗腿子 说这荒帝是财主老爷的,逼着他们交租 还说若不交租,就送他们到官府去做班房 那年正值大汉颗粒无收 他们已经几日每米落锅了,哪有骨来交租呢 但不管老人如何苦苦哀求,儿子流着眼泪讲好话 狗腿子不容分说,还是把老人送到官府去了 官府和财主穿一条裤子,就信他儿子三天之内把猪骨交起 要不就要他父亲的人头落地 父亲被抓走后,儿子无依靠,能用什么法子去交租呢 点日夜哭天喊地 哭啊哭啊,他的哭声飘上了九层云霄,感动了天上的五位仙人 这五位仙人身穿五彩绸衣,骑着五色仙羊,腾云驾雾来到少年的面前 有个年轻的仙人,手里拉着一串筋道,笑盈盈地对少年说 阿弟,别哭了,你的难处我们都知道 其他几位年长的仙人,有的拉着六叉骨绅,有的拉着麦,熟,祭等,都是些天上的好种子 一位长者,交给少年一串骨绅,对他说道 你把这骨绅拿去,拨在土里,浇水,施肥,会长出许许多多的粮食,你父子俩就得救了 说完,和长启度道,但愿子皇会,永远无饥荒 说完,他就不见了 少年开干了眼泪,按照仙人的嘱咐,把谷种拨在土里,浇上水,施上肥 一夜功夫,就长得青枝绿叶,结满了黄沉沉的骨绅 少年十分高兴,一早就把收下来的骨子装好,带到官府里去熟父亲 官老爷提出了老头的儿子大骨来熟父亲,不幸 昨晚还没抿诺锅,今早只会有骨熟人呢 他出来一看,果然是一袋金灿灿的骨子 抓起一把,放在台上,一块小木板一搓,爆出一颗颗两头尖细,润光油滑的米粒 见识撕去上米 他立即喝道,你这小贱民,哪里偷来的好骨 来人了,给我打八十大板 那少年一听,吓得一无一时的把仙人送古种的事说了出来 那狗官听得滋滋味味,便把父子俩放了 父子俩从官府出来,就一股劲跑回坡山脚下 看见那五位仙人经并排坐在那里乘风腊凉呢 他们一边磕头败泻,一边告诉说 众位仙翁,官老爷知道古米的底细了 你们快快离开此地,免得遭官府的毒手 话没说完,官府里的牙医已经赶来 一个个像饿狼似的扑上前去 围首的一个还拿出绳索,嘴里喊道 捉拉妖道 刚要捆绑,只见一阵清烟 仙人不知哪儿去了 这时候,远处草坪上却有五只山羊咩咩叫着 那般牙医心想,这五只羊一定是妖道变的 便拥上前去,把那五只羊团团围住 那五只羊可是仙羊啊 你扑上去,它就从胯下钻出来,就是抓不着 到哪里去呢,眼看就没有退路了 突然偏偏闪开了一道门,五只仙羊一跃而上,奔上天去了 后人就在那个地方建了座小城门,叫五仙门 那般牙医追不上仙羊,并又赶回坡山脚下,想找了父子俩出去 到那里一看,奇怪,五只羊还在那里吃草呢 一个牙医便冲上前去挥起大刀,对着一只羊砍了一刀 只听见噹噹一声,刀断落地,那牙医痛得哟哟叫着,直随手臂 他仔细一看,这哪里是羊啊,见是五块大石头 牙医们再去找父子俩也没有眼中了 传说那五块大石头就是五只仙羊变的,一直留在坡山脚下 过了千百年,如今只剩下一块了 上面还印有仙人拇指痕迹呢 这就是著名的仙人拇迹 后来人们还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座寺庙,叫做五仙关 就在今天的惠福西路一带 附近还有条仙灵巷,有条仙羊街 是为了纪念五位仙人和五只仙羊的 广州因为出了这五只仙羊,也就叫五阳城了